记录裁判员 魏双慧 蓝家花 运动员 葡萄牙选手 保罗·桑托斯 英国选手 丹尼尔·贝克 现在比赛开始 丹尼尔·贝克 你好 保罗·桑托斯 你好 请双方选手争夺开球选择权 预备 三 二 一 开始 保罗·桑托斯 获得开球选择权 欢迎您通过企鹅直播平台 中国体育直播TV平台观看中国四屏制成中央公园杯 2018中世八球国际大师赛分战赛第二战 官方TV一号台的比赛现场直播 大家下午好 我是阿苏苏欣源 大家好 我是张庆永 当事长下午好 阿苏你好 本场比赛对阵的双方是屏幕左侧 来自英国的球手丹尼尔·贝克 对阵屏幕右侧 来自葡萄牙的球手保罗·桑托斯 比赛采用80分钟限时 13局7胜 双方轮流重球 第一局 保罗·桑托斯开球 本场比赛也是本届杯赛 我们TV台第一次出现两位同事 外界球员 对 向来开球是没有球近带 这边贝克进攻 二号球 薄了 选定单色 下方我们来看一下 五号球的右边底的应该是够下 但是红三感觉应该是有点咬 就是单独右下角红三 可能是不太够大 后面一定要找一个合适的角度 向下或者滴杆拉回来 刮一点薄边 将三号球的位置稍微带一下 最差是可以叫同带 直接滴杆往回走 七角六 左边中带 尽量可以叫出比较直的球 然后高杆推过来 避开九号球 还是有向下的角度 并没有叫特别直 这样的话白球 是一定要向屏幕的右下方走 没什么好味啊 除非你可以把十四号球借走 这边保路也是过来看了一下 尽量地把对方球借走 然后白球呢 持久边边扣再下来 到底扣 五号球左边中段 最大可能 是可以尝试的去进攻一下 没有接到 白球也是没下来 这样进攻要中断了 对 好球 但是这个球 感觉三五之间缝隙还能上去 就看能不能够单独的进攻十一了 没问题 这点还有点轻啊 多走一点的话 刚好左边十四号呢 可以向下去带一下 裤边上的十二号 现在还需要再够度 看直接薄 还是要尽量地养了袋口 还是养袋口 但是现在一号跟八号中间的五号球 是可以看到 可以打 好球啊 准确 准啊 角度还合适 干法不需要特别低啊 从左边可以弹弓边起来 在脚黄仪右边中带啊 稍稍带一点点滴干啊 力量不需要很大 那角度向上 顶九 或者从上面再走两裤下来 顶九就要可以把底带 避开九呢 从上方和左边边裤呢 也可以带左材滴干下来 再走 从来可以包 避开右下有底带 不要掉带就好了 没有问题 白球 第一局保罗桑托斯胜 一比零 来自葡萄牙的桑托斯 暂时一比零领先 感谢四平市 制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桥市中市八球台球桌 农夫山泉用水 红宝来饮品 榴灵醉白酒 企鹅直播 中国体育直播TV 野豹台球杆 威力台球杆 LP球杆 波瓷杆 英国 世创6811台泥 比利时亚勒美台球 纳布斯台球专用纳米擦干部 九万机球器 优泽智能球方系统 爱跑光影桌球等合作品牌 对赛事的大力支持 观众朋友们也可以关注 微信公众号 台球圈有料 查询相关的比赛信息 第二局 丹尼尔贝克开球 有球近代 白球呢 有点靠平的 右下方 带口附近 左边 11号球 荒衣 两颗比较好 进攻的球 打11的话 推过去 刚好右边 有一个15号 给去牵接 看角度去调整 打进之后呢 同样左边 有一个传球 9号14号 力量非常大 看白球 组合吧 直接现在打这个9号跟14 我看要不要打 因为他肯定要考虑我一旦打不好局面打开了对手可能要清台 是的 那我控局 放弃了 对 这跟他本身我觉得打球的风格 没吃酷啊 性格风格 没有关系 对 性格风格 还有一个就是来自于哪个国家 本身英国的球员在斯诺克的意识上是比较浓的 安全球意识 对 做防守控局 在上一时段同样来自英国的夺冠呼声者们很高的波茨 也是UV5险胜德勒黑 没错 德勒黑是来自咱们的内蒙 摆了一个左边中段 打进刚好会叫4号球 左下要抵戴 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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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需要往上走很多 这个球 打得太厚啊 嗯 其实推上去把球顶一下 对 轻轻碰一下也没事 不要太小心地去收了打 这干球 还是没太干 去完成这个传球 主要就是打开 控制 刚才这一干球如果要是我打 我就直接控制一下 白球奔着12号的方向去走 就是一个攻势防守 我既打开 同时把自己的库边球也栽出来 然后肯定是位置 不算是最好的一个白球防守位置 能拼6号 那我就给你打 但凡在后面有机会的话 对我这一步截了两步 不想做过多纠缠的那种 看来你这风格也是偏进攻多一点 横竖都是死 还是有角度 从上边在弹库边下来 看一看效果 有这一干球 10号是叫到了 12号也K球来 还是要看准度 对中带包打 而且这个角度也比较难控制 对 肯定是要向黑八附近的 或者黑八左边往下轻轻走的 白球首先上 你要控制 就一定要用干法 那你左边中带可能就打不进去了 10号就没进 现在对于桑托斯来讲 这个6号球 你敢不敢拼 难度还是非常高 而且白球有点不受控 直接下来就像9号跟14的这个位置 一定要K的 10秒 换了 上方10号球有漏 但是这个 也是不太好说 有机会到时候可以K 过这个干法上 要求还是比较高的 多少要抬高点干尾 带一些低干 下很强左赛 打10号才会去K 打14呢 12号 14号左下方敌弹 白球先上去 10号过度12 顺势下来 15号就下方敌弹 还能不能接力 对 感觉他还是要防守了 要进攻 就是他这个球吧 我是感觉他不好控力 对 因为前面投一个安 11他打的时候 就超乎了我的寻常 正常判断上 应该是轻推出来 但他 感觉今天他力量控制上就不好 就轻推的那种球 他今天不太敢打 是的 果然刚才这杠球 其实也还可以轻轻推一下 起来就15了 对吧 还是用力量比较大 还需要再推弹一扣起来 没了 就这样把15号给奉辞了 结合两位选手现在的表现来看 在打后手球的一方 可能会占很大优势 对 打先手球的选手 可能在控盘能力上 稍显不足之后 成一个开路先锋 我把中间的这个场地 都给你腾开之后 那后手球的选手 可能会占一些优势 而且能感觉到 两位球员的这个 个人的倾台能力 还不是特别强 所以说打后手球 也是一个好选择 可以尝试用二号去破坏 右上方代口的十号 还要再放 或者轻轻薄紧 那我觉得贝克拿架杆好了 直接在持库勾 继续把对方球向 屏幕的右上方 裤边上稍稍稍勾一下 你五号已经挡住了15 其实刚才可以拿 二号去奔着右上方脚带 靠右侧边裤的那个位置 我能借力 最好借不进 我把你的球挤开 对吧 我白球上去 我索性五号挡住 你下方的带口 这边你12号就也不好攻 你这样费了一手啊 可以开轮15号 打五白球撞 没帮进 这杆球 肯定是要攻了 现在 打15进量 看看能不能调一个 非常好的上方12球位置 然后去叫12 要打太后 7 还好啊 这杆球要很强的一个左在底感 然后力量还不能太重 左在硬要用的足够多 做菜不够啊 这个球就打好了 第二枯肯定是要在这个开车线附近 去碰口弹起来 左在不够强 打1号 连打带坐 进了我接着攻 或者我再找下一步 不进的话 正好6号5号就牵制你 对 这个位置 还是非常别扭 但是局面已经非常偏向桑托斯这一边了 是的 10 seconds 要小心 把球不要掉带 5 4 延时 反向打6多好啊 打6 撞下8 白球弹顶裤 就弹这个 咱们现在画面的这个中战上方的普遍 他现在这个意思 我感觉也是在打6号宝贬 他这么大就容易 就是给人家这个机会 是的 起码是能看见 是吧 没错 这其实他其实打起来也挺别扭 只是最后呢 没有想清楚 没找到一个最好的一个方法 如果哪怕说 我这轻推可能力量控制不住 那我推两裤 反向我再回去 掩体的那位置 判断好 你这给人对手一个 对吧 保劲 对 你这就得不偿失了 那一鼓作气 张志尚有个这个球员们的细节啊 尤其是来自英国的球手 也特喜欢观察球局的时候插着兜 左手拿着杆 右手插着兜 走来走去 波斯也这样 是吧 刚才这个贝克也是 这个叫 叫什么 叫派头 对 有派头 对 有范儿 比如说再往老一点这种 电影场景里面想 带高的礼貌 对吧 主意拐棍 穿宴尾服平时 必须扎着领结 是的 就平时啊 不是什么聚会啊 平时 在马路上要跟他走 而且这个动作 就是基本上都在英伦三党的圈上 是的 你在美式球员很难看到 美式球员 对 他们但是也不会夸张到说 戴牛仔帽 穿牛仔裤 再穿脚跟上戴那个马刺的鞋 是 这应该就做的还不是特别严谨 小扎一下 没碰到 自由球 否 抱你 我再次会儿 我们再次会儿 别人 再次会儿 再次会儿 四二球一干主 这球角度够不够 因为六号球欠到带脚的距离比较深 因为六号球欠到带脚的距离比较深 最好白酒扫裤边上去 正打的话白酒很容易跑不出来 对 打后手球二比零 第二局保罗桑托斯胜比分二比零 对 谢谢 谢谢 感谢观看 第三局 保罗三特斯开球 冲球效果不错 你再考虑啊 如果说打单色球入局的话 你过去 你是推得深一点啊 叫反向二号球 中带还是出来 叫底带 最后关键点就是六号嘛 这一干倒是可以觉得 刚才打三号就没有必要白球出来啊 往前多走 往右侧多走一点 打一号 左边中带 然后二号再出来 打六 过来K了 考验能力了 还算勉强可以接受吧 再调整 现在十号 十一号 十二号 形成了对桑托斯 三号跟七号的盯人防守 十二号 进攻一号 白球跑出来 在最后发力的时候啊 如果细心的观众朋友们可以看到 桑托斯的这个手臂啊 动作变形的还是比较夸张 推进十二号 力量有点轻啊 双双带一些力 白球呢 从下往上再敲一下十号 这局面就更简单了 还是为了保健 还是为了保健 九号 九号中带 白球从上往下 走两裤 角度 如果够直的话 就低竿十号 干法不用特别低 打十五 还是从下往上去 叫八了 发力的灯杆 打得越来越难啊 你从下十号 十四上去 最后衔接八号多简单 你这才得从上到下 从下到上 看着很辛苦 现在白球又被自己成功地放到了库边 你只能推 失误了 看这根一号球啊 桑托斯有没有想法直接下来去衔接三号 不打 没必要啊 如果说角度大 推进十一下来 先把左侧的单侧球打掉 用三号球 推弹右边边裤 上去打二 再叫八也可以啊 两个人打得很乱啊 这不是一个我们常规的 看这么多比赛的中八球员的套路吗 比赛的后人打得很信任 我直撿就好了 想认识 为赞的 想 部分 打二号 十字跑就最热往上放 二号也活了 没打动啊 但是运气不错 二次撞击 白球呢 非常乖巧地藏到了八号球的上方 看这一个有运气啊 三号也活了 三号也活了 也没有达到贝克的意图 看桑托兹要不要燃烧小宇宙 打击二号球 这就需要带一些力啊 他运气不错 二号挡住了进攻十号球的线路 可以再往上放啊 上方花色球十四号右侧高边 用八号去打 比较简单 还是要养 这么打就有风险啊 一旦进了怎么办 或者一旦力量小了 做不到怎么办 这一旦如果是跳球的话 需要白球有足够的高度 越过十号球 然后下坠 漂亮 咱姑且不论白球的位置啊 就这干净利落脆的劲啊 就值得掌声 出干也够快的 没有任何的预警 我就出干了 吓我一跳 现在是最差也要八号球 去撞进十四号 白球呢 如果可以的话 尽量的去往左上方来放 如果有信心也可以翻带 杨龙选择 击开 击开的话并不严谨啊 贝克是有机会的 白球跑四股上去 那给你机会打不进 那就没办法了 三比零 桑托斯领先 保罗桑托斯胜 一分三比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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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局 丹尼尔贝克开球 现在镜头给这个角度 没有办法判断 9号球够不够打 但如果打单色球的话 4号球的左边中带是够打的 2号球的左下方底带也够打 稍显着急啊 想一杆解决问题 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0分钟 现在打单色球了 对于贝克来讲5号和2号是难点 先过去 如果按先后手的次序的话 这两杆贝克都没有达到自己的意图 等于浪费了两次上手机会 还打掉了一颗衔接球 你这么衔接 为什么不用10去下来衔接呢 打10号白球下来 能K出机会我就继续进攻 K不出来的话 右上方的顶带我还有保险 还可以拿他最后履留9号或者5号的位置 把能打的球都打光了 现在又到了孤立无援的位置 他11号走在包边 白球奔着12号球下方 还是想把局面再简化 他等着打后手球 他等着打后手球 对了 对了 说明他这样做了 黄泉 这是虽然有点 是 一些 大家有点 现在可以用10号去带开9号了吧 还不做 就现在我们这个角度没有办法判断9号右上方顶带 如果他现在这么看的话应该是够单下 没问题 确实从我们这个角度来判断 感觉好像9号跟5号是咬着 可以多走一点 对 有经验 多走一点 角度变得小一些 如果为了求稳 角度留大 反而不太好下球 这一句 保罗桑托斯胜 比分4比0 谢谢 本届中世八球国际大师赛分战赛 也是得到了智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大力的支持独家冠名 中央公园作为智成集团旗下的明星产品线 是在全国各地备受赞誉 也希望有更多的企事业单位 能够加入到我们的中世八球国际弹 赛在的这个家庭当中 第五局 罗罗桑多斯开启 在这里也再一次感谢斯平市政府 对于本次赛事的大力支持 外表都存在暗湖和会 比赛时间已过半 Half time passed 这中带没进 其实蛮可惜的 华色球的局面 绝对支持打光 突击15号 右下方抵带 打进15号 华色球的局面 就解开了 如果14号 要求左下方抵带有下的话 那么直接定杆就好 这个角度 再过来看 推杆弹起 不打了 看来是 这14号不够 还得再调整 那么现在对于背客来讲 你要防守 就做一杆铁球 你现在的2号跟7号 都在两边的边裤 这是 这是已经为最后做准备了 就是挡你的爸 这完全是 一种 示弱或者没有信心的表现吧 哪怕你把3号跟4号打活一颗 再做防守也一样 还能防得基本上是个调球 你这给对手 能看到整个的机会 11号还可以拼 如果有信心 也可以包14 准确 球台也是非常的平整 没有任何的变现 足以实现选手们的想法 这一看留这个9号球的角度 白球应该是有一个向上的角度 弹起来点 还可以接受 看一裤还是两裤都可以 重了 再拼 反角度做下方底带 最差 也要将8号球运动到带口 80分 那就等待备课失误吧 贝克也在看 打7号 传2号 2号破坏带口的8号 是现在就执行 还是再调整一干 10 seconds 延时 来了 直接打 直接打看运气 桑作斯是左手啊 所以对他来讲 并不算太难 足够薄就好 5比0 第五局 保罗三头四胜 比分5比0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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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六局 丹尼尔贝克开球 就是咱们开赛之前说的 本场比赛两个人都没有展现出足够的化解复杂局面的能力 那么打后手球的话会占很大的优势 果然保罗桑多斯是5比0 而且是5次抓住对方的失误 后手倾台 看贝克能不能抓住这次机会 起一点 再走 最后用11可以过渡10号 如果我觉得可以的话 把12 14打掉 最后用11过渡10 10反向打8 左边中带也可以 这是发生了什么 这是发生了什么 这球没有这么大的必要去发这么大力 直接中间点一下就好了 白球自然就向下可以调整到14号比较直的局面 今天丹尼尔贝克在力的控制上 这边又给了自由球 贝克你要对你现在的发挥啊 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贝克之前上过之前的比赛在上过TV台的啊 不是这样的表现了 不知道是因为时差的缘故啊 还是说怎么样 感觉今天的状态有些差的离谱啊 10 seco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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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20 10 感谢观看 感觉现在贝克已经无心恋战了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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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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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